这些都给后来的调查取证设置了重重的障碍 近年来随着有关部门和媒体跨国取证工作的深入进行 一批新的历史资料和档案不断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一些历史见证人也站到了我们的镜头前面 鼠疫又呈黑死病 一般先流行于鼠类或者其他野生镊脂动物之间 人一旦被鼠草叮咬或被感染鼠疫的动物抓伤咬伤 都会传染 病原体也可以借助飞沫传播 尤其容易在炎热的夏季扩散 如果救助不及时死亡率高达100% 小种梁雄1939年加入侵华日军731部队 直接参加了731部队的细菌培养试验与投放 在保持沉默60多年之后 小种梁雄接受了中国媒体的采访 3人のうち2人の方に注射すると これでペストに感染させる 731部队の中心の状態に なりのみてです 私たちの目的は あくまでも細菌でありましたので 私はその目的で 解剖した内臓からです 731部队研制的鼠疫細菌 成为屠杀中国人的武器 1946年7月 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 袭击了哈尔滨市平房区 后二道沟屯 疫情很快扩散到村子的每个角落 一位幸存的历史见证人 向我们讲述了当年的情景 我老叔我老婶 还有他那两个孩子 这四口人不到五天 全部死亡了 在这个期间 我家那个传言的人就太多了 我们家那个包米架的哈 如果偷偷的接近 往里去看 都看不着粮食 一层老鼠都呼到粮食顶上去了 在那之后的几天 净符合全家19口人中 有12口离开了人世 全村200多人 只有几十人死里逃生 当时的医护人员通过调查得知 这次大面积的死亡 正是由鼠疫引起的 而他的始作俑者 则是离村子仅仅1000米远的 侵华日军731部队 1945年 面对战争的失败 731部队在绝望中 把平时研制的包括鼠疫 霍乱 伤寒等各种致命细菌 投向周边的村镇 随着气温的上升 鼠疫细菌蔓延 带来了这场灾祸 树立一扑炕 我父亲在这头 我弟弟在那头 我姐姐没处放了 就放在草棚子里去了 当时脖子肿的 和脸一样粗 憋地嗷嗷叫 说不出话来 当我知道我这个姐姐死了以后 我上草棚子去看她 当时眼睛都没有闭上 这就是当年的731部队驻地 它坐落在今天的哈尔滨市平房区 作为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细菌战研究基地 当年使用的试验品都是有血有肉的活人 在这样一个人体试验工厂 被抓来做试验的人没有名字 没有人格 唯一的区别就是各自的代号 他们统一的被称作马路大 在日语中是原木的意思 因为在日本侵略者的眼中 他们并不是人 而只是可以肆意切割的试验素材 今年84岁的日本老兵松本伯 就是活体试验的直接参与者 受伕验工的帖子 下面这些图片是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的专家们通过多年的精心搜集 从散落在日本和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档案中整理出来的 此前还很少在国内的媒体出现 731部队在不实施任何麻醉措施的条件下 活活地抛开了照片上这位妇女的胸膛 下面这幅照片展示的是活体解剖的场景 灭绝人性的731队员切开妇女的身体 从中取出内脏 这张照片上的男子被活活地摘出淋巴 他两眼圆征的痛苦神态足以震撼所有人的心灵 这一组图片记录的是日本侵略军野外冻伤试验的真实情况 穿着厚厚棉衣的日本兵眼睁睁的看着用作试验的马路大 被置于零下几十度的严寒中 冻伤冻烂 中日两国爱好和平的学者一直在不断地收集和挖掘731部队的罪证 近几年来 他们又在中日两国的档案馆和民间发现了大量的图片 还有记载详细的文字资料 确凿的证据震撼人心 现在大家看到的内容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 有相关的731部队的书籍上百卷出版 特别是有关731部队人体试验报告书的发现 731部队关于毒气试验黄弹试验的资料的发现 那么同时还有在中国内蒙古地区进行人体试验的资料的发现 那么的确以此为标志在国内外产生了极大的轰动 研究过程中 731细菌部队特别输送档案的发现 揭开了又一个鲜为人知的谜团 所谓的特别输送是指日本关东军抓获的抗日人士 通过直接开进731部队的铁路运送到研究基地 充当活体试验品的过程 据资料记载 1938年至1945年 被特别输送的总人数不少于7000人 除中国人外 还有不少的朝鲜人 俄国人 蒙古人和荷兰人 至今 参加过特别输送的日本老兵长找杰二 回忆起那段历史时 仍不禁痛哭流涕 ただ得意扱いにすれば ハルピン駅まで送る 駅送ったら 祖先のお徘徊へ参ろうということを言いました チン徳流は涙を出していました 今目をつぶると その顔が思い出されるんです 照片上的人名叫李厚斌 这是他的妻子陶秀文 他们曾经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当时李厚斌被日本宪兵抓走 直到陶秀文去世 都不知道丈夫究竟死于何时何地 老人留给孩子的唯一遗愿 就是能够和相爱的丈夫合葬在一起 特别输送档案的发现 了却了陶秀文的遗愿 也让李厚斌被731部队折磨致死的事实 成为后辈心头永远的痛楚 今年85岁的静兰芝老人 是特别输送的又一人证 面对我们的采访 他讲述起六十几年前 丈夫被日本宪兵抓到731部队 进行活体试验 惨遭杀害的情况 除了特别输送档案的发现 大批活体试验记录的首度公开 同样成为证明日本军国主义罪行的 有利证据 这是一份详实的试验记录 上面清晰的记载着试验的内容 试验者的反应 以及所谓的试验效果 日本的山边女士早年生活在东北的黑龙江 对731部队的暴行相当清楚 一生致力于揭露日本侵略军的罪行 倡导世界和平的事业 不久前 老人接收了我们的电话采访 日本の侵略战争の政策が作り上げたことである 自身の恥である 弱かったということの証拠である もちろんこの意見もあるでしょう 日本側にもさっき言ったような 优优独播剧场上 在中日两国众多爱好和平人士的共同努力下 731部队的累累罪行不断的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然而随着历史见证人的陆续离开人世 历史的证词也会被一一的带走 因此731系军部队罪证的挖掘工作 正在加紧进行之中 我们铭记这段历史是为了告慰无辜死难者的在天之灵 更是为了警示今天的人们 不要让历史上那丑恶的一幕重演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